我想知道孩子 你打算怎么办 什么打算怎么办 孩子也是你的 这种事情你怎么问我呢 我想先听听你的想法 我的想法 我都说了孩子是你的 你怎么来问我的这个问题 你看 将来你如果把孩子生下来 你想怎么样 你打算怎么样 你能不能把这孩子 交给我抚养 我毕竟是孩子的父亲 我想对他 尽我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你看 不过你放心啊 我一定会照顾好孩子 卫明 你觉得我可能 把孩子生下来吗 我的孩子生下来 有爸爸没有妈妈 有妈妈没有爸爸 你觉得我的孩子能幸福吗 我一定会让孩子幸福的 我都跟赵元说好 他有什么权利要我的孩子 不是 你小点声 那个条件你可以随便地提 我们尽量地满足你 卫明啊 以前呢 我只是觉得你这个人挺自私的 现在我发觉你不仅仅是自私 你挺恶赌的也挺无耻的 那你什么意思呢 我拿你卖身换来的钱 来养我的孩子 这 可能吗 不是 秦也 我 好 我想你是误会了 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 你看 将来你要结婚 嫁人 一个人没有办法带着孩子 所以没有别的意思 你不用解释 你什么意思我很清楚 我实话告诉你 原来呢我还真的不知道 拿这个孩子怎么办 现在我知道了 我一定要把他生下来 但是不是给你的 因为你不会当孩子的父亲 可孩子也需要父爱啊 我当然知道 我告诉你 我先随便到外面找一个男人 当他的爸爸 就是不给你 你 要孩子 做梦去吧 还有啊 做坏事呢 有报应的 真的 我该需要人的 你怎么做 不听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做 我 不听 你嘴 你没开玩笑吧 你把孩子打掉了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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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 为什么问你自己 那也是你的孩子 他是一个生命 你怎么那么残忍呢 我当然知道 这是我的孩子 你以为我想打掉他吗 我告诉你 你们一直在动我孩子的脑筋 现在孩子彻底没了 谁都别想得到 我告诉你 帮我赢啊 好 我告诉你 谢远 你的目的达到了 以后 不要再来骚扰我的生活 走不出去 闻闻 我不会让你好日子过的 知道吗 这才是一个开始 老师傅 我要等着你 我等着 不啊 快走 走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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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呢 没酒了 上酒 来 喝酒 碰着酒疯了 咱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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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谁酒疯了 说你呢 说谁酒疯了 你才是酒疯了 你才是酒疯了 干吗呀 你们不是人多吗 我要回来手 你们要打我 他们就打死我 不许 干什么 那咋们的 要给你咋的 走 好啊 来啊 舒服 我腹的 盛宁 怎么了 跟人打架了 怎么了 跟你有关系吗 打了 什么叫跟我有关系吗 你诚心找事是不是 找什么事了我 你想干吗呀 我想干什么 我也不是我想干什么 干吗呀 无聊 谁无聊啊 说谁无聊呢 你无聊我无聊 我告诉你 卫明 你不要这么过分 你那么晚回来 我就知道你又去见秦月了 对 我见她了 我想找啥跟你打架 行不行 我是玩的混蛋 王八蛋 行不行 向我开胖吧 我怕你呀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我想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呀 我告诉你 你是不是觉得 跟我在一起特后悔 没问题 你想找秦月去找吧 我不拦着 我凭 我凭什么呀 我 我在你这儿 我不老好 我在秦月那儿 秦月对我恨出入苦 我凭什么呀 我 我都不老好 到底怎么了 孩子怎么说 孩子怎么说 孩子没了 孩子怎么会没呢 秦月她就不是人了 她不是人了 秦月她把我的孩子给我打了 你说 妈呀 我想真对她怎么说 她能 她能这样对我吗 她你说她 她是扯磨我的 她是这样 你扯磨我 美明 对不起 对不起又怎么用 孩子没了 你高兴了爷 我高兴什么呀 我不一直希望 这个孩子能生下来吗 这孩子 我都没见过她就没了 你说秦月 她怎么就折磨我啊 爸 老婆呀 老婆的 救磨我呀 我要是能怀上个孩子多好 就没这些事情 不难过了 我们明天就去找大夫 好好看一看 我就不相信了 我一定能给你生个孩子 一定 老婆你一定要给我生个孩子 老婆我爱你 老婆 你不信 老婆 你不信